梁洪志曾任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汉奸头子 日本投降后 梁洪志惊慌失措 他用金钱与古玩字画先后攀上任元道和戴笠两位大佬 为何没能让他躲过被逮捕审判的命运 法庭之上他是如何为自己的汉奸罪行狡辩的 张世昭为其出庭辩护 孔湘西为其出面担保 法院为何坚持判梁洪志死刑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审判大汉奸梁洪志下棘 狂狡辩难逃一死 梁洪志生于1882年 原福建常乐人 他出生于名门望族 15岁考取秀才 21岁及考中举人 精通诗词书法 但才华横溢的他却痴迷仕途追求高官后路 清政府赴往后 他先后跟随袁世凯 段祺瑞 在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 适才自傲的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小政客 当侵华日军要在中国华中地区 扶植汉奸傀儡政权时 梁洪志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 他主动投怀送报 任贼作父 1938年3月 他当上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实际领导人 成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日本投降后 梁洪志如丧家之权 害怕被清算汉奸自行 为了逃避抓苦 他放上了时任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的人员道 那么人员道将如何帮他呢 此时的任员道在苏州驻结 梁洪志觉得待在上海不保险 于是带上他的三太太和两岁的女孩啊 直奔苏州而去 但是 真如梁洪志所想的 到了苏州就不会有事了吗 梁洪志呢 在苏州城外的某处啊 安顿下来以后 身居简出 无人知道 由于呢 大汉奸梁洪志突然失踪了 军统啊 非常重视 派人呢 四下去查 军统呢 得知梁洪志的侄女啊 叫梁兴若 和黄郡的弟弟呢 黄租称是结亲了 很快 就顺藤摸瓜 找到了梁洪志的侄女家 又是吓唬 又是诈唬 这夫妻俩呢 怕惹事上身 于是呢 梁洪志就在他的隐居处呢 被苏州啊 警署的人员逮捕 梁洪志新太太啊 知道事情不妙了 所以立即打电话呢 到先遣军司令部啊 向这个人员道求助 人员道呢 当时跟他说 你不用着急 他直接呢 就到了苏州的警署 警署人员呢 见到上司驾到了 不敢违抗命令啊 就乖乖地找人呢 把梁洪志请出来 又送上了任司令的汽车 人员道呢 有心将这个梁洪志呢 献给军统 又怕呢 被人家骂成卖友 于是呢 就到了上海 找李四号去商量 这个时候呢 李四号也是 这尼菩萨过疆啊 自身难保 就是日本人在上海的时候呢 他也和日本人之间呢 拉拉撤撤 其中有勾结 他担任了几个什么顾问啊 董事之类 领取过日本人的钱 带立到上海以后呢 知道李四号呢 跟蒋介石有关系 加上呢 李四号这个人呢 身上也没有多大的油水可挖 所以也就没有为难他 就派了人呢 就住到李四号的家中 说是对他实行保护 人员到呢 便将这个梁洪志啊 这个烫山玉呢 就送到了李四号家里 李四号呢 没有办法啊 只好把梁洪志藏在他的别墅当中 但是这些事儿 哪能瞒过军统的耳末啊 几天以后 戴笠就到了李家 语气挺温和 说抓不到梁洪志啊 蒋先生那里我交不了差 让这个李四号 就是你老帮帮我的忙 李四号听了带立的话以后 知道对方啊 是给自己一个面子 所以呢 说 我怎么能把我自己的朋友 亲自送到这个死路上去呢 带立说呢 我们是能够抓住他的 不过呢 要连带惊动他的朋友呢 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所以呢 请你转告梁洪志 还是让他自己啊 投案为好 带立一走呢 李四号呢 只好把梁洪志呢 又从别墅接到自己家里 说你的事情啊 任元道已经告诉带立了 我想留意你啊 也留不住了 说你赶快去投案吧 梁洪志呢 这个时候 他除了大骂这个任元道啊 猪狗不如啊 出卖朋友啊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既然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只能走自首这条路了 梁洪志呢 就告诉李四号 说呢 我决定自首了 李四号一听了非常高兴啊 就还帮这个梁洪志出主意 说你赶快写一份自首书 也是为了以后啊 留有余地 梁洪志就把自首书的落款 这个时间改成1945年的7月15号 7月15号日本还没投降呢 于是呢 他又交给了李四号 请转告啊 就把这个东西转给任元道 再呈给戴笛 梁洪志为什么特意在这个日期上 要废这个脑筋呢 原来呢 梁洪志呢 将这个自首的时间呢 写成7月15号 意思是什么呢 就在日本人投降之前 我就有心的投成中央了 与此同时呢 梁洪志又写了一封长信 让李四号啊 转交给蒋介石 目的呢 都是想争取主动 因为呢 他知道自己啊 把蒋介石得罪苦了 成天把这个清日反蒋挂在嘴边 一定会让蒋介石记恨的 不如主动啊 自己先向蒋介石来坦白 请求宽大 梁洪志在给蒋介石的毁过信中 将自己在日伪时期的活动 做了详细描述 竭力粉饰他干的 祸国殃民的罕奸罪行 请求蒋介石的宽大处理 同时 他还通过关系 将他收藏的古董和字画送给戴笛 希望戴笛对他优待 为他说情 那么戴笛下一步会如何处置梁洪志 蒋介石会不会理睬梁洪志的 自首悔过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梁洪志下棘 狂狡辩难逃一死 10月19日 戴笛呢 派来两辆车 把梁洪志和他的两个小老婆都带走了 这个时候上海的报纸就刊登出来了 说梁立洪志在上海落网的消息 其实呢 梁洪志真正出事 就是在苏州出了事 只是呢 因为任元道 李思浩等人插手 才逃脱了几天 又在上海呢 重新归案而已 当时呢 梁洪志被关押在上海的楚园 这是一处呢 花园的洋房 原来是呢 上海伪警察局的副局长 卢英的公管 因为卢英啊 别号楚僧 于是这个房子啊 干脆就叫做楚园了 楚园里的房间不少 可是送来的大罕奸太多 也只好呢 每一个房间关押五个人 梁洪志呢 他与众不同啊 自己独享啊 二楼一间亭子间 还有小老婆呢 早晚呢 进出给他送饭 甚至把私人的厨师啊 一起啊 带到楚园当中来了 因此呢 梁洪志当时心情还不错 楚园与官家的犯人呢 可以自由活动 只是不能外出吧 看守所呢 也供应饭食 但是呢 菜肴呢 可以家庭呢 做好送来 这个时候呢 就是犯人呢 需要这个金钱啊 衣服啊 香烟啊 以及其他用品啊 可以开条子 由这个看守所派人啊 到各家去取 另外呢 楚园当中啊 还设有军法处 不时呢 有几个汉奸被传去啊 征讯一番 梁洪志入楚园的第二天 就填了一份呢 表格 说自己在伪政府当中啊 这些经历啊 简单地写了一下 后来军法处呢 也找了他去问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梁洪志呢 还居然搭理不理的 说你有什么问头啊 我要说的都写在 给委员长的信里边 所以这一年年关将至啊 这时候报纸上啊 已经有了审判汉奸的消息了 比方说啊 委江苏省省长陈泽民 和委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陈福明 都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楚园中的那些汉奸呢 也渐渐觉得事情不妙 于是呢 就在这一年的 大年三十的年宴饭上 很多人呢 一开始呢 都是满腹心思啊 气息低沉 到午夜的时候呢 大家呢 就相视无言了 想起以前呢 在家中迎心碎的这种情况啊 个个是悲从中来 没有几天 梁洪志就被移往上海的 提栏条监狱了 监房的这个囚室啊 里边没有灯光 外面走廊上呢 就每隔五六米啊 才有一个小电灯泡 显得呢 更加阴暗潮湿 求是当中啊 除了墙角 有一只尿筒以外啊 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犯人通通都是睡在水泥地上 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 送两次劳饭 每个人呢 只有半盒的美米饭 和几片菜叶 进了提栏条监狱的当夜啊 梁洪志睡到这个水泥地上啊 就被噩梦啊 惊醒了 第二天一早 他就跟同老师的这个汉奸们说啊 完了 我再也回不去了 昨天晚上啊 我做了一个不祥的梦 他的名字叫梁洪志 另外他身上是有个洪志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他认为这个身上的洪志呢 是给他带来好运的 他说梦到这个洪志啊 没有了 那不就告诉我 我的前途就完了吗 果然 四月十七号 首席检察官亲自出马 提审梁洪志 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问了很长的时间 事后啊 梁洪志啊 他后悔不迭 就是说自己啊 承认对于国家啊 这些立场啊 这些东西啊 他承认他自己是 昏溃糊涂 他说不能辞免罪责 他说这些东西啊 他自己说的 没想到让检察官呢 抓住了他的把柄 为了这个弥补啊 他就开始啊 自己来再写一个答辩书 写完了以后啊 他对这个组织 维京政府的这些动机啊 维京政府各部 以日本人定立的这些条约的经过呀 绥靖军成立的实况啊 借燕局成立的这些情况啊 就四个最要命的问题 他自己呢都写 因为是不得已而为之 并且呢 还为自己表公 交了上去 梁洪志投敌叛国 自有他自己的一套 所谓理论说辞 但他的托词与狡辩 却掩盖不了 他作为华中地区 最大的汉奸投资的事实 但在庭审的过程中 梁洪志不仅请到 著名大律师张世昭 为其辩护 更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为其担保 那么法院为何坚持 判梁洪志死刑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梁洪志下棘 狂狡辩难逃一死 半个多月过去了 就是5月9日那一天 梁洪志收到了 长达3000字的起诉书 没有几天 他同牢房的 伪新闻报的一个副社长 叫陈日平 被法院判了无期出刑 这让梁洪志感到心惊肉跳 他认为陈日平这个人 就是个文化汉奸 判几年不就算了吗 怎么会一个副社长 就判了无期徒刑呢 从此梁洪志的心情极坏 他隐约感觉到 自己的死刑难以逃脱 几天以后 陈宫国在苏州 伏法的消息传到监狱当中以后 梁洪志更是坐立不安 写下了 适者如私行自念 路人游膝旷相亲 他以这个诗来挨挽成功膊 流露出对自己命运的担忧 6月5日下午 梁洪志被送上法庭公审 观众挤满庭中 都来看在上海在押的 头号汉奸接受公审 等检察官念完起诉书以后 梁洪志就对起诉中 所列的罪行 开始狡辩 声称自己组织伟维新政府的动机 实在是因为当时 中央不能收复失地 更没有办法将全部的民众 转移到内地和大后方 没有真正的实行交土政策 当时的人民受日本的屠杀 以及老百姓的受罪 面积华中三省两市地区 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 都是国家的精华所在 所以自己痛心不已 这个时候他自己奋不顾身 投入地狱 目的在于保存国家的元气 减免人民的痛苦 梁洪志还辩称 自己组织伟政府的时候 把自己家里的钱财 差不多都贴上了 都是为了老百姓的生存 日本投降以后 剩下一点家底 也都通通地孝敬给军统代理等等 6月14号下午2点半 第二次公审梁洪志 梁洪志说在维新政府的两年当中 从来没有欺诈过一家的良民 从来没有残杀过一个爱国的志士 他说自己是一届书生 以日本侵略者进行抗辩 对抗战实际上是有威攻的 他绝非是企图反抗本国 相反还救过几个中国人 比如辅仁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董仁济 北平教育局局长英千里等等 接着他的律师为梁洪志进行了辩护 谁作为他的律师呢 为梁洪志辩护的不是别人 是著名的律师张世昭 梁洪志是出了重金 聘请张世昭来为自己进行辩护 这个大律师出口果然不凡 说被告并非国民党员 与叛国叛党者是不一样的 被告始终没有反抗本国之动机和刑迹 而且被告自首最早 就是7月15号他就自首了 在抗战末期以任元道 还进行共同剿匪 抵制乱党 于治安有功 被告在伪政府内 并没有什么恶证 张世昭还当堂出示了 董仁记 殷千里等人的证明 以及任元道关于梁洪志 在日本投降以后 曾经协助维持秩序的证明 最让梁洪志精神感到振奋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强熙 亲笔写了一封信 来给梁洪志作证 证明梁洪志是不甘做汉奸的 一时间形势变得似乎 对梁洪志非常有利 那么梁洪志会被免除一死吗 梁洪志不仅对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现 感到满意 而且对律师的辩护 还弄来的证据 这些东西都感到对他自己有利 再说有孔院长给他做担保 所以他专门给孔强熙 还回了一封信 其中对孔强熙的救命之恩 感激涕零 他表示他自己的余生 就是如果能够活着 以后就是著书立说 生生世世 他不会忘记孔强熙对他的大恩 梁洪志以为由孔强熙出面 性命无忧了 这个时候心情大变 吃得下也睡得着 他就安心地在求是当中等待判决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6月21日 法庭再次开庭的时候 庭长宣读判决书主文 梁力洪志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 处死刑 剥夺公权终身 退庭以后呢 梁洪志被法警押解出来 还没缓过声来呢 这个时候就听见了一声又一声的 这个儿童的稚嫩的那个奶声啊 就喊爹爹爹爹 他回头一看呢 他20多岁的这个新夫人啊 抱着他的幼女 就是两岁的幼女毛毛 泪眼婆娑地望着他 这个不懂事的这个孩子啊 还伸着小手让他去抱 这个时候杨凤志啊 眼泪地下来了 赶紧上去呢 就是摸了摸女儿的小脸呢 就在法警的押解下呢 回到牢房 第二天 梁洪志啊 赴诗一首 诗是这样写的 昨日一松亭 亭外见娇女 牙牙出血雨 见爷忽不止 敬前 抚其侠 妇女 圆境此 梁洪志呢 辨白自己为抗日做过贡献 申请妇审的理由呢 如下 第一 出任委职啊 志在救命保国 第二 与敌人定立各种协定呢 都是为了征回权力 第三 曾兼具敌军 征收军米 即取回被敌刮去之南京古物书籍 第四 对于汪逆志忠证会议 从不参加 即使参加呢 义部发言 第五呢 曾经于29年 就是1940年 书城中央 报告敌方的一些机密 并曾经呢 救过沦选区的政治工作人员 胜利以后呢 在这个先权军当中呢 维持金户的治安 并于呢 34年7月15日 就是1945年7月15日 向军事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自首等勤 所以呢 他申请复判 从他申请复判以后呢 一两个月啊 毫无消息 那么法庭究竟有没有 减免梁洪志的罪行呢 没有 相反 梁洪志成为上海地区 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大汉奸 11月9日上午 高腾检察官来到监狱当中 递给梁洪志一份 最高法院的执行死刑的 判决主文 法警呢 提出了梁洪志 宣读了最高法院的主文 这个时候呢 梁洪志向检察官提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梁洪志说呢 按规定收到复判书以后 被告人可以进行最后的抗告 检察官呢 告诉梁洪志 你奉到司法行政部核准 今天就要执行 无奈 梁洪志呢 就来到这个书桌旁边呢 坐下写遗注 一封是写给家属的 他老婆好几个嘛 写给家属呢 如何分家产 接着呢 他又给蒋介石写信 临死呢 还不忘国事 一个多小时呢 他才收笔 最后 他想学那个成功博 他伸出手 想和检察官握手告别 被这个检察官呢 所拒绝了 他只好啊 一个人走向了刑场 端坐在椅子上 罚警呢 就抠动扳机 咔嚓一声 子弹没打出来 反而把梁洪志呢 吓了一跳 他正想回头看看呢 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时候呢 子弹出膛了 从梁洪志的后脑灌入 弹穿呢 头部 从口腔而出 连人带椅子 摔倒在草地上 气绝身亡 有一句话 叫做清本家人 奈何虫贼 凭梁洪志的才学 完全有实力 成为一代辞重 可惜啊 他的金钱欲太重 不惜出卖国宝 个人野心膨胀 权力欲啊 作祟 总想攀龙附奉 为当了这个奎阁啊 甘心投敌 任贼作父 出卖国家的利益 做了为中华民国 维新政府行政院长 成为华中地区呢 最大的汉奸头子 又并入呢 汪伟政府自寻死路 也是他当大汉奸的 应有下场 关于审判大汉奸梁洪志 及其下场 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作为汪伟政府的第一夫人 她在汪精卫 投日叛国的过程中 起了怎样的助推作用 从进步青年贤抗力 到投降卖国大汉奸 她的人生轨迹 为何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下期节目中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陈碧军 第一集 为爱痴狂 投身革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洋